這就是在翻了 所以他現在腳踩的這個地方 已經先把它裝攔了對不對 對 大哥我可不可以試試看 好 來 我可以踩下去嗎 這邊可以 腳站站著就要固定了 不用亂跑囉 你那一腳 差不多這裡了 對 這樣子了對不對 撥下來 對 撥比較大一點 這樣應該可以了 好好好 這樣就是一層 就是一層 那我現在的腳怎麼辦 台灣Daisy 手工土藥 柴燒烘焙 是台南東山傳承多年的 龍眼乾製作方式 經過古法烘焙的龍眼乾 粒粒結實飽滿 香氣十足又Q甜 迷人的風味更是遠近馳名 甚至成為吳寶春師傅 世界級冠軍麵包的重要食材之一 因此聲明打造 這次就跟著小幫我 一起知道台灣最大宗的龍眼產地 東山嶺南 品嘗這絕佳的龍眼風味 果然是來到龍眼大本營 現在龍眼真是季節 怎麼沒有人來踩 你怎麼爬那麼高 我要放下去了 這一籃是什麼 龍眼 龍眼 我可以幫忙 好 OK 再來 少來多謝你 再來 放 讓你來倒三天 對 我們以前搬圓圓 我們都是這樣搬 是 以前你們都要這樣爬 以前比這個更高 四層樓 五層樓都有 真的假的 真的喔 那我們這個繩子都要 擠帳長才夠長 不是 人也很危險 很危險 每年採動圓 都很多人 都是這樣回去了 就是一個不小心 你是說真的 說假的 說真的 你都沒在看補帶 一個不小心 穿鞋子 就是說這樣長鞋子出來 這種 對 它很容易裂開 你如果不小心 把它倒下去 整個人就下來了 沒想到看似堅固的龍眼樹 其實許多枝節 是非常脆弱容易斷裂的 里長說 現在的龍眼樹 大部分都已經矮化 除了方便農民採收 也可以減少意外的發生 不過還是有些百年的老樹 必須靠著傳統的方式來採收 原來早期的農民 可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來採龍眼 不過身為低等的主持人 攀岩我都挑戰過了 區區的龍眼樹 怎麼可能難得到我呢 大哥你別怕 我這次上來陪你啦 你等一下辦 我來這裡 因為我每一隻 我都要先測試看看 它是不是可以抓得住 因為我真的很怕它 剛剛不小心一抓 它斷掉了 那就真的很危險了 來 大哥 你來了 大哥 你看 這整個都掉了 你看 M的獎公婆 你看 拔開 這都卡串 卡串 這樣 這樣會殺死人 你幫我拉 你看 這個把它弄掉了 真的好可怕 你看 這麼突然跟它弄撞掉 大哥 把它拿下來 好 大哥我拿 不是很... 你現在把它踩嗎 我踩啦 你把它弄下去 等一下我下去弄啊 大哥 我跟你講 來 我的工作結束了 來 各位 我去下去把那根拖下來 這樣我OK的 來 OK 緊張 OK YES 我的農業這個 來 夾 你是怎麼這樣 在拍攝攝攝攝攝攝攝 你看 我把很多錢拿下來 我的靈驗在這裡 好 OK 達成任務了 可以在這裡嗎 對啊 很好吃 生吃一個來 輕輕一壓它們開了 看到沒有 對啊 多漂亮 而且是 白芙仔 白芋 白芋仔 白芙 你看那個 白芙泡 芋芋 聽看看 好吃 好吃 8月是盛產龍野的季節 在台南又是主要的產區 擁有青灰岩的地質條件 加上氣候適宜 因此這裡出產的龍岩果肉 豐厚Q軟 香氣十足 而辛苦的採收工作 只是個開始 接下來還得進行 古法烘焙的大工程 來 趕快進來 後面好像要下雨了 對 這是什麼地方 要日營營 我們家營營 要來日營營 日營營 要營營 營營營 所以龍野需要用營的 對啊 這算是一種窯對不對 對 這是 60年代 民國60年代的時候用的 這跟我年紀差不多大 比你年紀大一些 所以我們要把龍野放進去 對 這個底下是墊的竹子 竹子底下是放什麼 底下空的 至空的國昇 這邊比較淺 這邊比較淺 這邊我們相信一個人高 真的耶 底下看下去好像一個人那麼高 這一池的龍野轟多久了 這個昨天軟散剛生火 你看它顏色都已經變了 對 表示說我們這個軌營 尤其是很好的軌營 對 原本是那個東西啦 現在它已經變成這種顏色了 比較深一點點 對 深了 對 深了 東山的嶺南裡總共有200多戶人家 平均每一戶就有三個土窯 堪稱是烘焙龍野最密集的社區 里長說每一個土窯至少都可以烘2000斤以上的龍野 而且只要一開火就得烘上五天五夜不停歇 利用傳統的方法烘出了龍岩 會有一股特別的香氣 因為使用的龍岩木 也算是取之於龍岩 用之於龍岩 這個裡面所有的煙從這邊燒 然後它直接熱氣就在裡面對不對 對 熱氣就往上升 熱氣上升了煙裡 大概我們一個人高嘛 對 因為剛才我們在踩在這裡 這個等於是說 這個的竹片上面的 就是我們剛在放龍岩的地方 這都是龍岩木嘛 對 這個溫度要保持在幾度 我們這一招是昨天晚上剛生火的 所以我們溫度要保持在80度以上 它這是有專門的人來控制吧 都是平經驗的 因為它沒有在用溫度計的 平經驗 就是自己用送這樣子摸一摸 這個差不多這個溫度 摸上面的龍眼缸 摸上面龍眼缸 就曉得大概溫度多少 但是這個也要人工一直來換嘛 一直來換一下 對 兩個小時要來這邊聽話一下 在炎熱的夏天裡 光是一靠近窯口 整個人幾乎都要被融化了 但是農民們 卻必須要每兩三個小時 就加一次柴火 並且隨時注意溫度的變化 因為一個不小心 龍眼就會出現焦苦味 這果然是一份苦菜式啊 它怎麼那麼多人躺在這個 是不是在睡個眼下 搞得我好像也很累 剛剛那個煙一直燻 燻到我眼睛都張不開 我來講 好像臨場這樣很爛 你給它睡下去 不停 不停 來 直接 直接 我剛才叫牽涼 對 你怎麼帶來我們這裡睡 這裡不像人家睡的嗎 是啦 這讓人睡的 不然不對 來 累了 你可以睡到旁邊嗎 對 不要睡太近 這是古早日的面場 他們為什麼睡在這裡 我們家很累 24小時都要等到高火 他就躺在這裡 在這裡睡 在這裡睡 在這裡做工作 他們等於是一出家門之後 就住在這裡 對 他們要睡多久 你現在要睡多久 你要睡嗎 要睡嗎 要睡會 睡會嗎 對 別說睡了 好熱 我們把這個也安走 這裡有草息的味道 好麻煩 只要遇到龍眼祭 幾乎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全家出動 忙著照料龍眼 也因此在照爐旁邊 都會有一個這麼貼心的設計 讓大家有個可以打盾休息的地方 再繼續辛苦的翻焙工作 因為在五天的烘焙過程裡 每天都需要將龍眼 進行一次打翻針 農民們得先將四分之一的龍眼 挖出來 再依序將上層的龍眼 與下層對調 才能夠確保每一粒龍眼 都烘焙得很均勻 理長 他已經在翻了對不對 對啊 其實就是在翻了 在翻了 所以他現在腳踩的這個地方 已經先把它裝藍了對不對 對 大哥我可不可以試試看 來 我可以踩下去嗎 這邊可以 腳站站著就要固定了 不用亂跑了 你那一腳 差不多這裡了 對 這樣子了對不對 撥下來 撥比較大一點 這樣應該可以了 好 這樣就是一圓 就是一層 那我現在腳怎麼辦 你繼續把它翻軟 不是 我腳放下來之後 我就沒有地方踩了 所以你要把它 整個都翻過來 人才向前 對 這隻就清空了 好像挖土地一樣 就是挖了 把它往後放 然後這邊等下清空了之後 再往前 對 我繼續挖囉 挖下去 挖身一點 你這樣一圍 上到晚上半圍而已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邊像我這樣 它怎麼這麼深 我看到中了 看到中了 要撥下來 你都把它放下去了 好 所以 這隻蜘蛛 翻翻 翻開多少 各位 要清乾淨 沒有地方可以採 沒有 要清乾淨 這隻字 你很難看 你才會為我 為我一邊這樣 你不要把我抖到 你把它抖到 我的腳要拉起來是不是 沒有 把它抖起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只有這樣 要起來按左邊 這樣子對不對 要把這邊的翻過去 瓜哥 你找不到 你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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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這樣也可以 讚 離藏說在翻培龍眼之前 得先將柴火減亮 以免在翻培的時候 被熱氣熏傷 但是也不能因此斷了柴火 我這才終於體會 漢帝河下圖 粒粒皆辛苦的含義 從採收 生活 翻培 到最後撥肉 每一個環節 都得仰賴大量的人力 而原本酒精的新鮮龍眼 經過古法烘培之後呢 只能夠保留 將近一斤的龍眼肉 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這很好 我們可以來看看 要看看 撥起來的營餅 是不是很快 因為感覺到水分 都已經乾掉了 乾掉了 我們可以開看看 你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龍眼乾 這樣就可以放 兩格也不會壞 真的好吃耶 我怕會喝 不過 你看為了要讓它 可以放兩格也不會壞 他們需要五天的烘烤 對 人物的翻來翻去 有他們的這樣 辛苦的汗水的堅持 對 成就了一般呢 這個龍眼傳奇 多虧了這些農民們的堅持 我們才能夠品嘗到 傳統烘培的甜莓果肉 不過來到東山 聽說這裡還有一項特產 與龍眼有密切的關聯 而且答案 就在這大排長龍的隊伍裡 究竟是什麼呢 你在排在買東西對不對 對 山哥你這邊也在排 對 你們在排什麼 東山丫頭 東山丫頭 這個跟龍眼有什麼關係 就問一下 老闆娘 老闆娘 你好 帥氣的 你這個排成牌耶 聽說你們這邊 有一樣東西是跟龍眼相關 應該不會是你這個吧 吃吃看你就知道了 謝謝 這是丫頭 直接吃他 我們煮的膠質好夠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裡面的蜜方是什麼呢 那你猜猜看啊 這跟龍眼有點關係是不是 對 用龍眼下去熏 不是 那個龍眼 我們吃龍眼 東山有龍眼嘛 對 就有龍眼蜜 龍眼蜜 對 那龍眼蜜會不會缺貨 龍眼蜜會啊 有時候也會缺貨 沒有那麼多蜜蜂啊 對啊 因為我們加龍眼蜜 就是快好了才加一滴蜜而已 對 提一個味道 對 對不對 對 也算是你們特色 用在地的龍眼蜜 對 太厲害了老闆娘 來 包食汁 加入龍眼蜜 提味的東山丫頭 散發著一股淡淡的果香 甜而不膩 難怪是東山著名的特產 一顆同鹹素 從頭到尾都有利用價值 即使時代進步 已經發明出機械式的烘焙法 但東山的農民們依然堅持初衷 利用傳統古法來製作 吃一口龍眼乾 除了可以嘗到柴燒香氣之外 更能夠感受 背後農民們揮翰成就的甜美滋味 我也期許這難得的烘焙古法 能夠不受世代改變 永遠傳承下去 世界之大無奇不由 富爾摩莎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達到柴燭